我们的飞机 都很不消 蛤 这样你都要拍啊 扑乱 OK啦 Uncle Lou就不要进来 我又要说 Association 又来了 Auntyerella 去旅行 很兴奋 最后一分钟才来试衣服 你看这男人的衣服啊 又来骂男人了 真的去啊 你说Auntie是不是要跟他再试过 又是男人的冲 又是男人的冲 Auntie要去哪里了 不要跟你们讲 等下你们去看 这个是你的 这边是我的 这那么多你的 啊 我们要去的地方 你看啊Auntie给你看 要戴帽子 还要拿草帽 要去哪里 还要拿草帽 哈哈哈哈 这那么多东西 几个进了我们的帽 这个是Uncle的帽 那个 你这个是几个村 我不知道几个村 Auntie的帽是那个 那个是手提刚刚好 啊 那个是Auntie的 20寸 OK 不要拍了 那是Auntie的房间 只是拍这个角落给你们看吧 Auntie每次去旅行是怎么样试衣服的嘛 一想到什么就丢下去开那个帽 放在这边夹一个角落 丢上去椅子这边 丢 丢 等下啊 后天要启程了 试试 OK 两天前Auntie就开始这衣服 放放放放放 再这样放 哪一些衣要带哪一些在考虑中的 啊 到时候一些要的就放一些旅行帽 不要的就reject OK 就是这样 还有 做伤还有咧 哦 这些啊 这些是 呃 帽来的啦 这些不是 这些不是 以前啊 去哪里旅行帽 随随便便就可以了 自从做了Youtube哦 不可以啊 没有 因为一些你要做 你要做video嘛 所以变成我要配合 老Auntie 老Auntie 做Youtuber很好笑这样我觉得 还要穿美美 这个鞋网红这样穿美美 人家18亚裔耶 我这个年过半百了 穿什么鬼啊 很好笑 不要紧啦 去到那边买啦 Samba 诶 我装出来了 哈哈哈 Auntie守不了秘密的 跟你们讲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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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拍了啦 哇 他跟Uncle去旅行啊 跟你讲 Auntie跟Uncle去旅行啊 一片模糊 Auntie也不要知道 然后有时候啊 Uncle很 Uncle有困难决定症啊 就问Auntie 诶 要这个酒店还是那个酒店啊 以前Auntie会给博啊 会讲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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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去到那边 Auntie就讲 来 早了叫你订这个 你不要 又问我的意见 等一下哦 我跟你讲了这间 你又去那间 啊 我们又会吵架了 以后他问我什么酒店 Auntie什么都不要看 你决定 好坏我也不知道 不用讲了 住到好就没有东西 啊 住到不好就给他 没有啊 以前才会 后来我 后来没有了咯 老了的时候 我最后我自己知道 我不要插手 那个酒店的事情 你不便宜 贵都好 我也不要管 就是我去那边 懵懵懂懂 住下去就对了了 所以Uncle 我每一次 一上机的时候 你要坐飞机 几个小时 你很闷的 Uncle就会把这个 星辰表给我看 Auntie全部记在脑海里面 住什么酒店 做什么啊 你看 厉害哦Uncle 就是我做这些 标签 这样年轻人不用 全部看手机的啦 对咯 只有我们这个老人 就是要这样 因为我们开手机很忙 我们要找资料 不忙 我们喜欢这样 就这样了 给你看 敬请期待 Auntie去哪里 我们到时候见哦 Auntie要住一些便宜的酒店 还有一些很贵的酒店 给你们看 比较那个价钱 OK 谢谢啊 我们到时候见 - 第十年轻人 - 把这些走迹 - 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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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有看到吗 KL KL 阵链 - 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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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OK 我们可以上车了 其实坐汽车也是一样的 汽车就一个人投25块 要很多人 他就坐很多人 OK 好 来 我们看 因为你要自己买海鲜加工 可是我们来到已经很迟了 走了咯 他们收工回家了 这边150块 这边150块 1块 5块 5块 7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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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块 8块 7块 1块 7块 8块 8块 1块 8块 1块 1块 七十? 七十还是有十? 八? 八十 OK,谢谢 老板,什么都没有了,全部都回来了 全部都回来了 我只是买到螃蟹 这个螃蟹刚才是开150块 但是你来这边买,你可以剪 就不要砍太多,就砍50% 还有一点点窄 哇哦 1.6KG 1.6KG 有点像干料 干料 它煮干料 但是跟基隆坡不一样 咦,干代咯 这个是鲜蛋 鲜蛋是鲜蛋 鲜蛋是鲜蛋 现在又算白色的 还一样 好 吃看,吃看 嗯,吃看 我来拿 拿,不要吃 鲜蛋 然后你吃啦,你给我们留言 你给我们吃的 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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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介绍这个酒店啊 哦,要介绍啊 可以了,来 不用介绍里面 鲜蛋先给你讲啊 我们这个房间多少钱啊 140块 啊,130多 这样来 Tex就是140多 啊,就140啦 它有三个价钱 就是你拿中间没有窗口的啊 就很便宜,80块 如果你拿前面门口的呢 就100块啊 啊,80多啊 加上100块 100块啦,就是有三个价钱啊 你看哦 Auntie拿后面的 最多大海的 就140块啦 有阳台的 啊,有阳台啦 你看,哎 昨天要下大雨啊 然后哦 Auntie给你看对面的 海上的 多少钱啊 不知道,那些应该 700块 就比较贵啦 所以,价钱差别很大 Auntie就拿这边就可以 就看很多船啊 经过啊 你看 然后啊 对面有很多 山啊 来,来 进来看一下 你看 你看 然后哦 Auntie给你看一个啊 很多人来Saba 必吃的海鲜哦 就在我的隔壁 就网红啊 每次要来打卡 就在隔壁而已 他们的煮法呢 跟我们乡下的煮法不一样 这个是个人的口味 OK 就是这样 然后Auntie就这样看咯 因为等下要去小岛 好,来我们看房间一下 140块的价钱是怎样的 来 因为只是住一晚上 我们要去岛上了啦 所以来到这一边呢 Auntie是 推荐你们就拿 最普通最便宜的 住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的海是不漂亮的 它的水 所以如果你要休息 一个晚上 OK啦 吃不能够太要求 因为这个是旅游期 然后因为你要去出海岛 就会很漂亮 你真的在那边休息 就没有其他节目 所以你就可以拿 比较好的酒店 在这一边 你就拿一个普通的 Auntie这个是店面的楼上来的 普通的 省一点就可以了 反正住了一晚 就明天要上船了 So,它的酒店的房间就是这样 它是很干净啦 OK 就是这样 洗脸盆 厕所 最重要是干净 OK 那你们看 就这么简单而已 然后你们要这个酒店的名字 OK 记住Auntie会放在那个留言区 说明栏的下面 你们按 有一个这样 有一个这样 视频里面有一个这样的 你按 它就在说明栏里面 全部就会在里面 就这样啦 OK 等一下我们去吃早餐 Auntie是昨天傍晚到的 这边 差不多四五点到 然后四五点到 如果你要包一辆车 或者Grab 就大概是一百块之内 如果你坐Van车 就那个小面包车那种的啦 就一个人二十五块 加进来大概要一个小时半啦 来到新班的 一个小时多一点 一个小时多一点 因为这一边的时间 以前知道的 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人 沙巴沙拉越 比基隆坡 慢一个小时 快一个小时 快一个小时 现在是一样 但是你来到六点呢 它的天已经 七点天已经黑了啦 所以我们进到来这一边 大概六点多 七点天已经黑了啦 所以我们就 Auntie就在隔壁这样吃一个海鲜 这样 就 就来睡了啦 就再去点休息 然后今天要去吃早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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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